第四十七集 鲁丽人从卫兵脖子上摘下望远镜 扣在眼睛上 向对岸张望 一个站在他身边的小干部焦急地问 来了没有 鲁丽人继续张望着说 没有 连个人影也没有 只有一只乌鸦在啄马粪 会不会发生意外呢 小干部忧虑地问 不会的 鲁丽人说 军区押服队各个都是神枪手 没有人敢拦挡他们 小干部说 那倒是 我去军区集训时 鸭服队给我们做过表演 我最服气的是 他们手指钻砖头的硬工 你说 那样硬一块砖 就用根指头 刺刺的就钻出一个洞 用钢钻子也钻不了那么快 他们要是想杀人 什么都不用 手指一戳就是一个窟窿 团长 听说有一批干部 要就地转业组织县区政府 来了 鲁丽人说 告诉通讯班 给他们打信号 一个神气活现的小个子兵 举起一支奇怪的粗筒子短枪 对着河道上空开了一枪 一颗黄色的火球 飞到不甚高的空中 略微停顿一下 便画出一道拖着白烟的弧线 速速地响着 落在了河道中央 火球下落时 几只海鸥 侧愣着翅膀想去搏击它 但稍一试探 便尖叫着躲开了 对面河堤上 站着一群黑色的小人 水的荧光反射着 游动着 使我感到 他们是站在水面上 而不是站在河堤上 换信号 鲁丽人说 小个子兵 从怀里摸出一面红旗 绑在尊龙大爷 扔掉的那根柳木枝上 他对着河招展红旗 对面河堤 传过来呼喊声 好了 鲁丽人把望远镜 挂在脖子上 向适才与他谈话的小干部 下达了命令 钱参谋 跑步回去 通知杜参谋长 速把俘虏压来 钱参谋答应着 跑下河堤 鲁丽人跳到木筏上 使劲跺着脚 检查木筏的牢固程度 他问尊龙大爷 不会划到河中石散架吧 尊龙大爷说 放心吧长官 民国十年秋 村里人用筏子 百度过赵参议员 那筏子也是我定的 鲁丽人说 今天百度的是重要人犯 一点错都不能出 您尽管放心 要是筏子中流散了架 您把我的十根手指 剁掉九根 鲁丽人说 那倒不必要 真要出了事 剁掉我十根手指 也没用 母亲 带着他的队伍 爬上河堤 鲁丽人迎上前去 客气地说 姥姥 您先靠边等着 他们一会儿就到 他弯下腰 去亲近鲁胜利 鲁胜利 却被吓哭了 鲁丽人尴尬地 服服用麻绳 挂在耳朵上的眼镜说 这孩子连亲爹都不认识了 母亲叹息道 他无姐夫 你们这样折腾过来 折腾过去 啥时算个头呢 鲁丽人胸有成竹地说 放心吧老人家 多则三年 少则两年 您就可以过太平日子了 母亲说 我一个妇道人家 本不该多嘴 你能不能放了他们 怎么着 他们也是你的 姐夫 妹夫 小姨子 鲁丽人笑道 老岳母 我没有这个权利 谁让您招了 这么些不安生的女婿呢 说完 她笑了 她的笑 缓解了河堤上的严肃气氛 母亲说 你跟你的长官说说 饶了他们吧 鲁丽人说 种瓜者得瓜 种斗者得斗 种下了吉里 就不要怕扎手 老岳母 不要操这些闲心了 卫队押接着司马库 巴比特和上官念地 沿着胡同走过来 司马库的双手 被绳子反捆在背后 巴比特的双手 用柔软的绑腿捆在胸前 上官念地 没被捆绑 路过我家时 司马库静直对着大门走去 一个卫兵上前阻拦 被司马库催了一口 他大叫 闪开 我要进去跟家人告个别 鲁丽人把手掌 拢在嘴边成卷筒状 对着胡同大喊 司马司令 免禁吧 他们都在这里 司马库好像没听到 鲁丽人的话 坐着膀子 硬闯进去 巴比特和上官念地 随之进去了 他们在我家院子里 磨蹭了很久 鲁丽人不停地看表 对面的河堤上 鸭服队不断地摇晃着 一面小红旗 往这边打信号 这边的通信兵 摇晃着一面大红旗 给对面回信号 他摇旗的动作 有很多变化 表现出训练有素的样子 司马库一行 终于从我家走了出来 并很快爬上了河堤 鲁丽人下令 落伐 十几个士兵 便把那沉重的木伐 推到河里 河水剧烈地晃荡 木伐沉入水中 慢慢地浮起 靠岸处缓慢的水流 冲得筏子打了横 几个士兵 紧紧地扯住 拴在筏子边上的绑腿带 防止木伐被水冲走 鲁丽人说 司马司令 巴比特先生 我军人质易尽 故念人伦之情 故破例允许你们的家属 为你们践行 希望你们能快点 司马库 巴比特 上官念地 对着我们走过来 司马库满脸笑容 巴比特忧心忡忡 上官念地 神情沉重 像一个无谓的训道者 鲁丽人低声说 柳梅 你可以留下 上官念地 摇摇头 表示了 他从呼而去的 坚决态度 母亲 揭开盖竹篮的包袱皮 沙枣花 递过一颗包好的大葱 母亲把大葱 折成两段 卷在一张白面饼里 然后又从篮子里端出一碗大酱 递给司马梁说 梁儿 端着 司马梁接过酱碗 正正地望着母亲 母亲说 别盯我 看着你爹 司马梁的目光 便飞到了司马库的脸上 司马库低头 看着他的黑霸鱼一样 结实的儿子 那张似乎永远不会忧愁的 长方形黑脸上 竟然蒙上了 慢慢地愁云 他的肩膀 下意识地动了一下 也许是想 抬臂抚摸自己的儿子吧 司马梁咧咧嘴 低声说 爹 司马库的黄眼珠子 快速旋转 把泪水逼进鼻腔和咽喉 他抬起腿 踢踢司马梁的屁股说 小子 记住吧 司马家历代祖宗 没有一个是死在炕上的 你也一样 司马梁问 爹 他们会枪毙你吗 司马库侧目望望浑浊的河水 说 你爹吃亏就吃在心瓷手软上 你小子记着 要做恶人 就得铁石心肠杀人不眨眼 要做善人 走路也要低着头 别踩死蚂蚁 最不要做的是蝙蝠 说鸟不是鸟 说兽不是兽 你记住了吗 司马梁咬着嘴唇 庄严地点了头 母亲 把卷好了大葱的丹饼 递给上官来地 上官来地 接过大饼 呆呆地望着母亲 母亲说 你喂他吃 上官来地 似乎有些羞涩 三天前 那个漆黑夜晚里的纵情狂欢 他肯定不会忘记 这幸福的羞涩 便是明正 母亲看看他 又看看司马库 母亲的眼睛 像一只牵线的金缩 把上官来地和司马库的目光 连续在一起 司马库和上官来地 用眼睛交流着千言万语 上官来地脱下了他的黑袍子 穿着一件紫红色的假袄 一条滚着花边的紫红色裤子 一双紫红色绣花鞋 身腰窈窍 面容轻渠 司马库治好了他的癫狂 但又使他陷入了相思 他依然算得上个美人 熟安风情 富有魅力的小寡妇 司马库盯着他说 他大姨 你多加保重吧 上官来地说了一句 莫名其妙的话 你是金刚钻 他是朽木头 上官来地走到司马库面前 把大饼伸到司马梁 高高托举起的碗里 沾上黄色的酱 为了防止酱液流下 他的手腕灵活地挽了几个花 他把沾着黄酱的大饼 送到司马库嘴边 司马库的头 像码头一样往上扬了一下 然后低下头 张大嘴巴狠狠地咬了一口 他困难地咀嚼着 大葱在他口腔里 咯吱咯吱响 食物把他的腮帮子 撑得很高很圆 他的眼里躺出两滴大泪珠子 他伸着脖子咽下饼 吸着鼻子说 好辣的葱 母亲把卷好大葱的面饼 递给我一张 递给八姐一张说 金童 为你遛姐夫 淤女 为你遛姐 我学着上官来地的样子 从司马良的酱碗里 站上黄酱 举到巴比特嘴边 巴比特的嘴巴难看地咧着 用牙尖咬了一点点饼 大量的泪水 从他的蓝眼睛里涌出来 他弯下腰 把他的沾着黄酱的嘴唇 贴到我的额头上 响亮地吻了几下 然后他又走到母亲面前 我猜到他想拥抱母亲 但被绑的双手无法分开 他只能拱着腰 像羊池树叶一样 用嘴唇出了出母亲的额头 他说 妈妈 我忘不了你 八姐摸索着 走到司马良面前 伸出饼去战将 司马良帮助了他 八姐双手捧着饼 仰着脸 鹅如蟹壳 目如深潭古井 鼻挺嘴阔 双唇娇嫩如玫瑰花瓣 一直受我欺负的八姐 真正是可怜的羔羊 他阴阴地说 六姐 六姐 你吃吧 六姐泪如涌泉 抱起八姐哽咽道 我苦命的妹妹啊 司马库吃完了一张饼 鲁丽人始终侧着脸 望着河堤对面 这时他转过脸来说 行了 请上罚吧 司马库说 不行 我还没吃饱 古时候官府处斩犯人 也得让犯人尽吃一饱 你们石器团号称仁义之时 一顿丹饼卷大葱 总得让我吃够吧 何况这饼 还是咱们的老岳母赶的 鲁丽人看看表 说 那好 你老兄就放开肚皮吃吧 我们先把巴比特先生度过去 哑巴和七个士兵提着沐仙 小心翼翼地跳上木筏 木筏摇晃着 歪斜着 吃水线加深了许多 水从筏面上漫过去 两个扯着绑腿带的士兵 身体往后仰着 拽住不驯服的木筏 鲁丽人担心地问尊龙大爷 老人家 再上去两个人行吗 尊龙大爷道 悬 我看让滑奖的下来两个 鲁丽人下令 韩尔托 潘永望 你们两个下来 韩尔托和潘永望 拄着木仙 跳下木筏 木筏摇晃着 筏上的士兵 站脚不稳 险些跌入河中 赤着身体 只穿一条裤衩的哑巴 愤怒地吼着 拖拖拖 从这一天开始 他再也不喊阿欧了 行了吗 鲁丽人问尊龙大爷 尊龙大爷道 行了 他从一个士兵手里 要过一把木仙 说 贵君仁义 让俺老汉佩服 民国十年 俺百度过参议员 如果鲁长官不嫌弃的话 老汉愿意笑驴马之劳 鲁丽人激动地说 老大爷 这正是我想求您 而不好意思开口的 这木筏有您掌舵 我就放心了 谁有酒 秦务兵跑上来 递给鲁丽人 一个磕碰的 凹凹凸凸凸的铁壶 他拧开螺丝筛子 鼻尖凑上壶嘴 嗅了嗅道 正宗高粮烧 老大爷 我代表军区首长 敬您一杯 他双手捧着酒壶 递给尊龙大爷 尊龙大爷也很激动 搓搓手上的泥巴 接过酒壶 咕嘟咕嘟 灌了十几口 然后把壶还给鲁丽人 他用手背摸摸嘴 脸红到脖子 脖子红到胸脯 卢长官 喝了您这壶酒 俺老汉就跟您 心贴着心了 鲁丽人笑着说 岂止是心贴着心 咱们肝贴着肝 肺贴着肺 肚肠连着肚肠 尊龙大爷的眼泪 噼里啪啦掉下来 他纵身一跃 稳稳地站在了 法子尾部 法子轻轻地抖了抖 卢丽人满意地 点点头